12月4日下午 著名言情小说作家瓊瑶 在家中轻声 留有一封遗书 全文如下 各位亲爱的朋友之音们 不要哭 不要伤心 不要为我难过 我已经偏然地去了 偏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 代表的是自主 自在自由地飞翔 幽美而轻盈 我摆脱了逐渐让我痛苦的躯壳 偏然地化为雪花飞去了 这是我的愿望 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 也是最后一件大事 我不想听天由命 不想慢慢枯萎凋零 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做主 上苍对于生命的过程 设计的不是很好 当人老了 都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衰弱 退化 生病 出入医院 治疗 不治的时间 这段时间 可长可短 对于必将老死的人 是多大的折磨 万一不幸 还可能成为依赖插管为生的卧床老人 我曾经目睹那种惨状 我不要那样的死亡 我是火花 我已尽力燃烧过 如今 当火焰将熄之前 我选择这种方式 偏然归去 我要说的话 都录在我当雪花飘落的视频里了 希望我的朋友们 多看几次视频 了解我想表达的一切 朋友们 不要为我的死亡被爱 为我笑吧 生命的美好 就在于 能爱 能恨 能笑 能哭 能歌 能说 能跑 能动 能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 能饥饿如愁 活得轰轰烈烈 这些 我都在有生之年 拥有过了 我活过了 不曾辜负此生 我最放不下的 就是家人和你们 爱 紧紧地系着我心 你们都是我 最最不舍的 为了让我的灵魂 也能偏然 大家为我笑 为我高歌 为我飞舞吧 我在天之灵 会与你们共舞的 别了 我最爱的你们 庆幸此生 曾经和你们相遇 相知 注意 我死亡的方式 是在我生命的中战 实行的 年轻的你们 千万不要轻易 放弃生命 一时的挫折打击 可能是美好 生命中的磨炼 希望你们经得起磨炼 像我一样 活到八十六七岁 体力不支时 再来选择如何 面对死亡 但愿那时 人类已经找到 很人道的方式 来帮助老人们 快乐地归去 亲爱的你们 要勇敢 要活出强大的自我 不要辜负 来世间一趟 这世间 虽然不是十全十美 也有各种意外的 喜怒哀乐 别错过那些 属于你的精彩 千言万语说不尽 最后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活得潇潇洒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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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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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